第五题这个函数呢平常比较少见 绝对值的函数 那f of x如果等于2x减3的话 x在-3到3之间 那这一题呢如果我们要用微积分的方法来解的话 我们用两种方法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种呢就是用微积分的方法 那我们要介绍这个公司 就是呢这个绝对值的x 你如果给它微分的话 那么它会等于这个绝对值的x 分之x 好那这个公式呢 我们之前都没有介绍过 那接下来呢如果你配合链锁率的话呢 这个绝对值的u u是一个x的函数 那微分以后它就变成u 的绝对值分之u 那还在抵u 那因此呢我们这边呢就使用这个公式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f 把它微分 那你把绝对值里面的这个2x-3呢 给它看作是u 把这里看成是u 那因此呢微分以后呢 我们就得到呢 它是绝对值 2x-3 分之呢2x-3 然后再d2x-3 那所以呢我们就得到呢 这个导函数呢它就是呢 这个2x-3的绝对值 分之呢这个2x-3 然后再乘以呢这个2 再乘以这个2 后面这个2x-3绝分跑出来一个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下去呢 找这个零界点了 那首先呢就是呢 这个当然x是2分之3的时候 那同学可以看到呢分子0分母也是0 那这一点呢是 这个导函数呢它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点 那么接下来呢 边界的点 一个是-3 题目给我们的 那还有一个呢是正3 还有一个正3 那所以我们就在这两个范围里面呢 下去讨论 这个导函数是正还是负的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x呢 它如果比2分之3要小的话 那么这个2x-3呢 就是负的 就是2x-3呢 它就是负的 所以分子是负的 那2x-3是负的 取得绝对值变正的 所以呢这个导函数呢 一正一负呢 它就是负的 它就是负的 所以它在这边呢是递减的 那接下来如果x呢 比2分之3要大 介于2分之3跟3之间 这也比2分之3要大 那所以呢分子转成正的 那分母永远正的 所以它在这边呢变成正的 那因此呢这个导函数呢 递增 所以我们从这个上升下降的情形 可以看出来 这个f-3这边呢会有几大值 那f呢2分之3这边呢会有几小值 那另外呢还有f3这里呢 也会有一个几大 那至于是绝对几大 还相对几大 我们要把这些数据呢 给它带到原函数里面去 那首先呢就是呢 负3你给它带下去 负6减3负9 挂绝对值变正9 接下来2分之3带下去呢 这是0 然后3带下去的话 6减3这是3 那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函数呢 它的几大值呢 是9 那么几小值呢 是0 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3呢是一个相对的 几大 好3是一个相对的 几大值 几大值 好那这个是采用微积分的做法 接下来呢我们就呢 用一般的图形的方法 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这个f of x 它现在呢是等于这个绝对值 2x减3的绝对值 那2x减3的绝对值 你如果要去掉绝对值的话呢 那它就是有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呢 假设2x减3呢是大于0的话呢 那你直接从绝对值就出来了 那如果2x减3小于0的话呢 去掉绝对值呢 我们要在前面加一个负号 负号 那什么时候2x减3大于0呢 当然是s呢 要大于等于2分之3的时候 大于等于2分之3的时候 那另外呢 这个2x减3呢 它如果小于 这个s小于2分之3的时候 这个2x减3就是负的 所以它从绝对值出来要加一负号 好那如果说呢 我们下去呢 把这个图形描出来的话 那同学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 它的这个 极大极小枝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首先呢 这一条虚线 这个辅助线呢 它是x等于2分之3 这一条辅助线 那如果s呢 现在大于等于2分之3 也就是在这条线的右边 那它的图形呢 是y等于2x减3 好那 那y等于2s减3好这一条线呢 它会通过什么呢 就是当s是2分之3的时候呢 它是0 接下来呢 我们再随便找一个点好 比如说s是2的时候 好如果s是3好了 如果s是3的话呢 6减3就3 所以这一条直线呢 它会通过这个 换个颜色 它会通过2分之3 0 另外呢 它还会通过呢 这边是2分之3 这边是2 3 另外它会通过33这一点 好33这一点 所以这个直线 它长得像这样子 好 这个点是33 这个33 好那接下来呢 如果说呢 这个s线小于2分之3 我们再换个颜色 x线小于2分之3的时候呢 那这个f of x呢 它这个函数呢 是y等于 这个负的 这个2x减3 负的2x减3 那所以呢 这个直线 好我们可以把它做 找两点做直线 那如果s是2分之3的时候呢 它也是0 它也是0 那么 换个说它通过这一点 2分之3 0 接下来呢 你就随便再找一点 比如说呢 这个边界的这个点 因为它这边 s是-3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s呢 用-3带下去的话 那这个里面呢 -6减3-9 前面再一个负 它通过-3 9这一点 好那-3 9这一点呢 好就跑到哪里来 跑到这边来的 那我们画的时候呢 不要画这样子 所以呢 大概是 这个函数 大概是这样子上去的 所以还是要画上去 这个电脑萤幕太滑了 这个画起来像 这里是一条直线 这里是一条直线 那所以 这个函数呢 我们看到它呢 下降再上升 那在这个2分之3 这边有极小值 极小值是0 降到这个x轴这边 极小值是0 那么它最大呢 当然是在这里 这里呢 是-3 9 -3 9 好那这边有一个相对的极小 3-3这边有个相对的极小 极大 相对的极大